我們就來看一看有沒有做工 小明手提書包等公車然後上學 下列情況有做工還是沒有做工 第一個手提書包站在站牌旁邊這有沒有做工 一有沒有私利 手提書包有私利 站在站牌有沒有位移 沒有位移有利沒位移所以有沒有做工 沒有 手提書包在水路上走過來走過去走過來做有沒有私利 有私利有沒有位移走過來走過去有位移位移是平的私利是向上的這樣子兩個互相垂直有沒有做工 沒有做工 手提書包上公車 上公車位移向哪裡 向上 私利向哪裡 向上 兩個有平行同方向對不對 所以表示有做工而且做什麼工 正工方向一樣 上去之後把書包放在座位旁邊 當小明把書包放在旁邊小明對書包有私利嗎 沒有私利嗎 那沒有事就不用講了 沒私利就鐵定怎樣 沒做工嗎 手提書包下公車有沒有位移 有 向哪裡 向下 手提書包私利向哪裡 向上 私利向上 位移向下有沒有平行 有平行 所以有沒有做工 有 同做什麼工 復工 因為兩個方向 相反 相反 所以 就是 等公車的狀況 我有做工跟沒做工 OK嗎 OK 接下來問 現在有個單擺在擺來擺去 有兩個力量 一個力量是 繩子拉著這個重鎚的力量 就拉力 一個是地球的引力 重力 我們想請問你 拉力有沒有做工 請問你 重力有沒有做工 重力向哪裡 重力向下 一直都向下 拉力向哪裡 上嗎 想清楚 拉力就是繩子拉他的力量 他的方向是什麼方向 想清楚 他拉著那個重鎚 然後繩子在擺動 一直拉著那個重鎚 方向向哪裡 然後你就決定 他有做工 還是 沒做工 思考一下 第一個人就隨便你挑 你要挑哪一個 你要挑拉力也可以 你要挑重力也可以 第二個人就沒得挑了 來 第一位大帥哥 21號 21號大帥哥 21 你挑一個你覺得你要挑拉力還挑重力說有沒有做工 你要挑哪一個 你要挑重力重力有沒有做工 有或沒有嗎 沒有 你就要沒有請做 你挑重力沒有做工 重力有做工 重力有做工 重力是 重力是 向下的 繩子在擺下來的時候 位於向下 擺上去的時候 位於向上 但不管 向上或向下都跟向下互相 平行 所以都有做工 只是一個往下擺的時候 要做做重力做正工 往上擺的時候要做重力做復工 所以呢 有做工 有做工 請問你 拉力 拉力有沒有做工 其實他在問你說為什麼有為什麼沒有 來可愛的3號 3號 拉力有沒有做工 你說不知道說沒有 你說不知道 請坐 旁邊一直告訴你沒有 不知道那個說沒有的知不知道為什麼沒有 這個拉力看我箭頭所顯示的 就是橫指向圓心嘛 對不對 這要什麼力 向心力嘛 這拉就是向心力 剛才講過向心力會不會做工 不會 不會嘛 因為他永遠都跟 速度垂直 永遠都跟位於互相 垂直 所以我們的拉力 是不做工的 拉力是不做工的 只有是簡單的小問題 一種考試提醒 問你 有做工還是 沒做工 再說一次 要有力 有位於 兩個有平行才有做工 沒私力 或者沒位於 或者力跟位於互相垂直 就沒做工 很簡單 要記住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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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